韩国瑜这次的访美行特别造访了史丹佛大学的胡佛档案馆 参观珍贵的历史文物 我们台视记者谢安许富杰独家曝光了韩国瑜看的史料 原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在1897年辛亥革命前 一系列跟友人的往来信件 这内容阐述着国父的治国理念 更成为后来创建三民主义的基础 只是孙中山先生昔日是在波士顿募款 旧金山更是他重要的革命基地 而韩国瑜这次访美路线也恰巧跟国父是相同的 也引发了更多想象空间 造访史丹佛大学胡佛档案馆 曾经自称孙中山信徒 韩国瑜看的史料台式独家曝光 流利英文曹谢时间1897年 这是辛亥革命前国父孙中山先生写给朋友的信件 阐述国父治国理念 对中国前途百姓生计想法 更成为后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基础 胡佛管方特别也准备了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这些珍贵的史料 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的个人的亲笔信函 在1909年甚至在辛亥革命之前 他用英文写的 向美国友人提出援助的要求 这样一个亲笔的信函 国父孙中山一声鞠躬尽瘁 当年波士顿募款起义 旧金山更是他革命活动海外重要根据地 韩国瑜防美形恰巧和昔日 中华民国领导人入线相同 并不是很熟的年轻人要推翻满清 大家慷慨解囊 一千大洋在一百多年前 想想那些华侨是什么心情 是巧合还是故意 韩国瑜走上 国父扰入 却先给外界更多联想 记者谢安 许富杰 旧金山报道